今到皇帝賜武藏元御酒三杯, 太師和一群民武官員, 個個登大雙眼, 大家早就約好了, 只等武藏元一喝毒酒, 一齊落地到離牆點暗淚, 殺了牆上的七千勇士。 新科武藏元常御春, 他亦知道這三杯是毒酒, 碰到入口便死人, 亦得格外打醒精神。 只聽得太監說了一句, 賜如酒, 場內的士兵齊聲吶喊, 萬歲萬歲萬萬歲! 內侍捧出金瓶玉酒, 皇帝親自喝酒, 內侍捧出給新科武藏元, 太監又喊了一聲, 萬歲次酒, 請壯元宮接杯。 常御春說了一句, 春子! 雙手接過酒杯, 這隻酒杯是碧玉酒杯, 外面包了一層黃金, 底下用黃金做了三隻龍爪做杯架, 左右有兩隻杯耳, 一隻酒杯裝四兩酒, 常御春雙手捧杯。 太師和整群民武官員 就撲到實, 打算一喝酒, 就起身入地道。 怎知道, 常御春將一杯酒向上一拼, 整杯酒灑向天空。 哎呀, 皇帝賜的酒, 你居然不喝, 還將酒灑向天空得了? 那皇帝一拍龍躍, 大膽常御春, 木無君主, 公然違抗聖旨。 常御春不方不望, 萬歲息怒, 草民怎敢違抗聖旨? 因為草民是個布衣農夫, 無德無能, 今日德中壯元, 神乃滄天保佑。 萬歲親事御酒, 草民無上光榮。 今日借這杯御酒來敬仓天。 那皇帝一聽, 啊? 這樣說得有道理, 第一杯酒, 敬仓天借祖宗, 嗯, 這也算是對的。 然後, 內侍又捧著第二杯酒來, 皇帝又說, 常愛慶, 第一杯酒敬天, 那第二杯酒就該你喝了。 常御春接過酒杯, 他心想, 嗯, 我第一杯不喝, 第二杯, 第三杯都更加不喝了。 順手一潑, 整杯酒潑得落地。 這杯酒一潑, 皇帝整個站起來, 太師脱脱, 武刀出竅, 神力王降邊在首, 如臨軍各個登眉怒目, 刀虎並舉, 只等一聲令下, 上前斬常御春, 好一個常御春臨危不拒。 他說, 萬歲, 天地共補我成功, 敬天必敬地, 以第二杯酒, 草民亦不敢受勇。 皇帝又心想, 啊, 看不出這個粗人, 這麼會說話的。 哈哈, 當然會說啦, 你以為他自己想出來的嗎? 連同剛才第一杯酒說的那些說話, 通通都是個朱元璋教他的。 皇帝也不笨得了, 他就想, 我賜你第一杯酒, 你說敬天, 第二杯酒, 你說敬地, 第三杯酒, 你說敬祖宗, 你就一滴都不喝嗎? 不行, 住了, 他就追問了, 剛才, 你兩杯酒, 敬天敬地, 現在第三杯你又打算敬什麼呢? 萬歲, 天地都敬過了, 第三杯酒, 草民若, 心安理得自己領守。 皇帝心中歡喜, 哈哈, 行了行了行了, 只要你肯喝, 你不需要喝一杯, 喝一口就夠了。 接著皇帝針第三杯酒,內侍一帝帝過去,常遇春雙手捧個酒杯,雙眼乘機看見太師脫脫和神力王古倫鐵木槐,為何常遇春,皇帝也不看見,只是看見太師和神力王這兩個呢? 原來朱元璋交代過,采山廳上帝的人都容易對付,就是太師脫脫和神力王兩個,這兩個是元朝三老中的二老,武藝高強,老謀心選,要隔愛留神,特別是太師脫脫,人人都叫做北國武聖人,一定要先對付他們兩個,然後才逐得到皇帝。 故此現在常遇春動手之前,前往看著這兩個人的動靜,看著他們兩個眼睛看著自己,常遇春就假裝舉起酒杯來喝酒,太師見到常遇春喝酒,就送一口氣,就對著神力王打了個顏色, 就趁著趁著,趁著趁著撒拿間,常遇春突然將四兩酒一潑,潑到太師的面上,來得這麼近,避都避不及。 太師明知道這杯是毒酒來的,入眼就瞎眼,入口就死人,故此被他一潑,潑到臉上,就出力,眉上雙眼,合上嘴,喲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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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喲 喲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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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傻了,本来他脚下就有个暗渡机关,他现在就在脚边都不会踩下去,一绿木地站在那里,对了,常遇春一跳起身就去捉皇帝,那踩山厅,皇帝坐一张龙椅,是放在四尺多高的龙台上面,那龙台四边都有栏杆围到实, 台上面有一张龙书案,续续三尺多高,二尺八寸阔的,常遇春伸手去捉皇帝,因为夹着那么多东西,一手只捉到皇帝一条玉带和龙袍,那个皇帝已经吓得云拍,都没有了,整个向后倒,一个向前拉,一个向后倒,力辣一声, 玉带就断了,龙袍就撕了一大忽出来,皇帝就昏倒地下,常遇春就拿着一条玉带和一绝龙袍,正是想上前来作过皇帝,两边的御林军金瓜,没有事已经涌上来,扶起皇帝一踩踏板,凌凌凌凌,一下子就跌了下去, 原来这个机关早就整定了,就在龙书岸下面有个地道口,是用块板盖着的,一踩个机关,地道口就打开,里面已经安好了滑梯的,只要你一跌下去,自然就好像傻滑梯一直滑到象己心,然后底下有御林军来到护送, 一路送回皇宫,一斩眼功夫,彩山厅上,皇帝,太师,神力王,丞相和一帮文武官员,统统运地道走清光空,只剩下常遇春,拿着半幅龙袍,半截肉带,近现在又说回朱元璋兄弟了,常遇春领子上彩山厅的人,他几个商量好, 因为朱元璋是做过总兵,当过郭子兄的富岁,调兵遣将行兵布阵是最本事的,所以大家就推选朱元璋来做总指挥,武殿璋带领长带领的七川好汉冲出武波场,大家就眼定定看着常遇春,看着他怎么样,第一杯毒酒,常遇春将他一洒洒上天, 大家就透了一口大气,第二杯毒酒,常遇春一洒洒落地,大家不弱而同,又透了一口大气,只剩第三杯了,这回不是常遇春死,就是个昏昏落网, 朱元璋就捕剑出销,武殿将手拿相钢,胡大海伸长条颈,拿着个把开山大虎,郭英在半上将弓拿下来, 湯和握着刀,刀鱼拿着剑,这六兄弟现在连吐气都不敢吐,看着常遇春,看他怎么对付太师和神力王,如果组到昏军,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组不到,就免不了要血厌无波场。 后来看见常遇春,走破太师,走龟钉王爷,但是皇帝捉不到,只是拿着肉带,带动了一块龙袍,知道事情失败了,六匹马就飞快冲出来直撲踩山厅, 后来到那时,厅上已经没人,只剩下常遇春一个,那时,武科场上七千好汉,不知头是尾,只见常遇春动手捉皇帝,接着又见皇帝和文武百官捐入地洞,走光了。 当场,当场七千人就乱了大笼,场上的御林军,也突然无影无踪,原来统统捐入洞口,混暗道走星光,场上就剩下这七千多人,武电章立刻跳上彩山厅,将皇帝和太师那十条绝后计讲出来,大家一听,有些就咬牙切齿,有些破口大马,有些蒙出刀枪要去施杀, 有些,有些等心等费后悔不应该自投罗莽,有些吓得面青口顺白,有几个来看东西的没胆之人,吓得当堂昏倒,摸在那儿, 朱元璋见到这样,这吓大声对大家说,现在只有齐心合力死女途生冲出武科场,大家听我叫到,朱元璋说话刚刚说完, 自停立武科場外邊 人聲納喊戰馬西名 冠兵已經將武科場 圍得水泄不通 跟著在南門外邊的小山坡上 推離四坑紅衣大炮 炮口對正武科場的南門口 那個小山坡 就是剛才常遇春 在那裡看比武的地方 原來是預先整定了 鑽門用來架炮的 牆上的七千多人 看見這樣就更加亂成一團 死了 這回地下有暗淚 門口有大炮 七千多條人命 立刻就死在眼前了 自然將大開一聲 牆內不准練動 聽後自揮 陸弟聽你 常遇春應了他 宰 陸弟 你一前頭開路 撞開圍牆 帶領眾人衝出去 跟著朱元璋又吩咐郭英湯和鄧宇 你們跟著陸弟後面 殺退官兵 向如虎方橋塞事後方向衝過去 我們在那裡匯集 本來就打算由大哥武殿將來到殿後 這個胡大海大聲是 不行不行 大哥和老四帶領眾人 拿拿拿拿拿拿來健康 你不要看胡大海這個人 平時大大力力 有時還是貪小便宜 只在生死關頭 確實是個英雄好漢 人人都知道的啦 打衝鋒的人呢 就打頭陣那個最危險 撤退呢 就殿後行尾那個最危險的嘛 胡大海搶耀當殿後 他就怕大哥吃虧 他寧願自己死就好過死的武殿將 然後朱元璋想 現在事情危急 易子好如此 就叮囑幾句 二哥 你千萬要小心啊 行行行行 有你二哥在後 千千軍萬馬來 我都頂得住 放心 朱元璋報告好了 就大喊一聲 中兄弟 跟著常遇春衝啊 常遇春一馬當仙 用剛才單人闖入武科場的辦法 一口氣 咚咚咚的聲 在東邊圍牆打一個大洞 咚咚咚的聲 北邊圍牆撞了一大劫 咚咚的聲 在西邊圍牆也撞了一坷 那幾千好漢就向著那三面衝出去 正在這個時候 武科場中間 陰淚朗咚的聲響了 一來驚天凍地 地下的那些泥飛到半天高 有幾個方塞塞 不懂得跟著衝的人 站在牆中間 騰來騰去 當牆炸到頭殼都飛了 但是大部分人都跟著常遇春衝出去 十條絕後計中 雷炸武科場一望打盡這一關 總算是闖過去了 只要這樣 不然地下四面八方已經埋了暗淚 應該整個牆炸到反了 怎麼只中間開花 四面沒有響呢 原來另有原有 那脫脫太師呢 他定十條絕後計的時候 他曾經跟他最得意的門生 大徒弟徐達商量過 那個徐達呢 就聽到師父說 用這種計謀來對付天下英雄 心中就十分反對 他就勸太師 照弟子想這十條絕後計 未必能夠成功 天下能人這麼多 想一網打盡就哪裡可以的 加上這樣做法太失人心 天下會更加不服 那個太師哪會肯聽的 他是將布暗裡 裝紅衣大炮的事 就交給徐達 徐達就不願意做 這麼傷天害理的事 徐達是京城的元帥 軍令不能不從 所以就成日悶悶不樂 坐立不安 飯都吃不下 徐達有個貼身的家長 叫做張彪 張彪是徐達的心腹來的 徐達對他有個救命之恩 所以雖然是主僕 但是兩個人好像兄弟一樣 無話不談 那個張彪 見到元帥隨達愁眉不展 有一晚 趁著沒有人 張彪就問 元帥 小人這幾天見到元帥 愁眉不展 不知為了什麼事 哎 講得聽你無能為力 元帥 或者小人能夠為元帥 效勞 你怎麼做呢 徐達就把太師脫脫 剩下十條絕頭計 說到你 就說太師現在要他在武科場安設暗裏 場外安裝大炮事 說出來 張彪聽完就說 元帥 這件事小人 或者可以幫元帥分憂 啊 我 你有什麼本事呢 這樣的 我和火公司的何師傅 是結拜兄弟來 何師傅為人正直 現在在火公司是專門裝備火藥的 找著他 或者會有些辦法 徐達聽到這麼說 就說 好 你馬上去找他商量 如果這件事你辦得上 哎 你真是功德無量 那張彪走了之後 徐達又想到 哎呀 十條絕後計 如果只是破了暗雷和火炮兩條 那其他的八條都十分厲害的 沒有科場幾千人 如果沒有提防 那怎麼走得掉呢 徐達想來想去 後來想到自己的好朋友 叫劉百溫 前陣子有書信來 說要去京城 哦 不如通個水給他 叫他偷偷攔阻著各路英雄 不要去比武 這才是萬全之計 徐達又寫了封密信 派他深福留夜起程 飛奔去歸德府 交封密信給劉百溫 那現在呢 又說回張彪了 他來到火公司 找了他的結拜兄弟 火公司是甚麼地方呢 那裏原來是專門製造地雷火炮 配火藥的地方 只有幾個老師傅會配藥 這些老師傅平時不准收徒 手藝不准外傳 就算是自己的子孫也不准傳授 所以怎麼配藥呢 就只有老師傅自己才知道 有時要等到老師傅快死了 那才把配方和做法傳給接替他的人 那時候呢 那些火藥有三種配法 一種呢 是配打藥 即是用來擠進炮筒裡 點著火 就將鐵軟石彈打出去 轉門用來攻打城牆 打軟的地方 第二種呢 是炸藥 那些火力是分散開來的 是轉門用來弄暗雷的 第三種呢 是用來做藥癮的 有一點著他就啪啪啪啪啪 引爆地雷的 那三種炸藥呢 就由三個老師傅來弄的 大家呢 只會做自己那份 就不准互相傳授 那張彪呢 就來到火公司 找到他的八拜之交 何師傅 就將太師的十條絕後計說出來 何師傅一聽就冷汗都飆了 糟了 你這麼傷天害你的事 怎麼做得出來的 自然我不做自己起飛 沒命 怎麼辦呢 兩個人就商量了半天 就是想出一個既可以應付上頭 又可以減少人命損失的辦法 什麼辦法呢 就是在藥癮的時候打主意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武科牆的中間是埋著腫雷 是整個武科牆的陰雷的總機關 總雷一炸呢 就將幾十條藥癮一起點著 那麼周圍幾十個暗雷呢 就一起爆炸 四面開花 那麼你的幾千人呢 都幾難走得掉 那位何師傅呢 是轉滿配製的那些藥癮的 他就將所有藥癮 中間呢 空了一缺出來 那麼你在外面呢 你怎麼看都看不出來的嘛 知道你一點呢 他點到一半 裡面沒有火藥 那麼自然就認識的了 所以呢 剛才皇帝落了地道 太師命令點火放淚 只是當中那個腫雷響了 其他暗雷一個都不響 就是這個原因 唉 如果不是這位火公司的老師傅幫忙 在場的人 恐怕沒有幾個走得掉 那麼常遇春和朱元璋他們呢 只是帶著那幾千人衝出去 胡大海那些後面 日未翠足後面那些呢 快點跟上 唉呀 那麼七千人 只是靠常遇春撞那三個大洞 有一時間就沒辦法走得曬的 加上有些人又怕死的 免不了爭先恐後自己逼自己 有些呢 嚇到溫頭溫到好像盲頭烏鷹那樣 亂衝亂撞的 場內呢 當時就亂了大龍 正在那時候 有人大聲喊 哎呀 外面四門大炮 對正這裏啊 胡大海 惡頭一看 哎呀 在南門小山坡上四門大炮 炮口對到正 旁邊 一看糟了 這樣搞不好 整班人在這裏亂走 任人用炮來打幾多都不夠死的啦 那個水龍神胡大海 突然大叫一聲 別亂走 就等我派個神牛陣 帶大家衝衝出去 我做牛頭 你們通通跟著來做牛身 我說點你們就點 爆你們衝出去 快快快跟著來 啊 那個胡大海呀 幾時學會擺神牛陣的呢 哈哈 哪裏會的 他呀 世事聽故事聽得多 聽人說什麼田丹大擺火牛陣 現在急著上來沒辦法 又假裝說自己會擺神牛陣 想大家聽他說跟著他衝出去 那時候呢 其他人呢 確實已經嚇過六神無主 聽到胡大海說會擺神牛陣 個個想撿回一條命 就不約而同 逼了 跟著在胡大海後面 胡大海就帶著大家 一陣就向南走 一陣就向北走 那大家就跟著你又南又北 走得多走呢 胡大海的惡膏一看 咦咦咦咦咦咧咧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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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untain 喂喂喂喂喂喂 我 Lor海 anyone junge 人 going up 居然没有受伤,这回连胡大海都被他骗了, 我这个神牛阵真真是死的, 他一跳就跳起来大声喊, 神牛显灵,炮火都打不死, 跟着来,跟着来,冲冲冲, 那些人刚才看到这么猛烈炮火, 居然一个都没有打伤,就更加信了胡大海, 又趁着现在烟雾敏,整班就跟着实, 真是被他们一下子冲出武科场, 这次胡大海就出了名, 不单只跟着他冲出来,那些人感激他, 连元朝那些官兵都怕他, 说有个发力无边的水龙神胡大海, 摆出个神牛阵,大破火炮, 哈,这个胡大海大炮打不死, 刀枪不入的, 越传就越伸, 传到连太师脱脱都听说, 胡大海这么本事的, 嘿嘿,胡大海那几年, 还整天说自己怎么大摆神牛阵来认职呢? 其实这件事呢, 徐达就心中了了了, 什么神牛阵呀? 那些炮都是归元帅徐达管的, 他教大己的心腹, 将炮口稍为较高一点点, 那叉子尼豪就谋知千里了, 你站在那儿都不肯打得到你呀, 不过胡大海, 他藉口放在神牛阵, 那些方塞塞的人集合在一起, 便于行动, 那也立了大功的。 胡大海带着众人冲出武波场, 朱元璋他们, 已经走到无影无踪, 不知道去了哪儿, 胡大海就吹嘱大家, 快点快点向虎方桥那边冲过去, 怎知走得没多少步脚, 一速军马已经拦着去路, 迎面一圆老将, 金盔金甲,大红炮, 手中拿着斧头斩金枪, 别看他年纪那么大, 蘇眉的雪白, 仍然是威风凉凉, 整个大将风道, 过完老将大开一声, 犯盼忧德枪旁, 勞辜在此! 胡大海带着众人冲出武波场, 向着虎方桥那边冲过去, 怎知走不几步脚, 一速军马已经拦着去路, 一圆老将, 拿着斧头斩金枪, 大声喝绝, 反观忧德昌躺, 改天都督朱亮祖在此! 胡大海一听, 哦, 朱亮祖对了, 对了! 这是郭英父亲老庄主的结拜兄弟 嘿,他在這裏就行了。 今天想上前跟他講幾句, 自家這麼多官兵在這裏, 怎麼都要裝模作樣才行。 胡大海就開了一聲, 嘿,我水龍神胡大海, 這把開開山虎無情, 你們爬開點! 朱梁祖啪啪聲笑, 膽大狂徒你還想逃命, 盤瑞已經守著虎江喬塞士口張宜門, 怎麼容得你經過, 快快下馬受死, 講完一槍就刺過來了。 胡大海也想不到這個老家伙這麼給面子, 自己是郭英結拜兄弟, 還是他二哥, 以為他會手下留情, 誰知一槍就刺過來了。 胡大海舉起那把開山虎來抵擋, 那把開山虎來抵擋, 那把開山虎來抵擋, 就聽見朱梁祖啪啪聲, 收了槍, 轉身就向著虎方橋那邊飛快跑走。 胡大海那時候心中明白, 噢, 他老人家來通風報信啊, 叫我向著虎方橋塞士口張宜門那邊走啊, 胡大海來炸炸帝帝追朱亮祖, 趨速眾人快點衝上去。 這一次呢, 哈, 又抵擋了胡大海, 旁人是不知情猶的嘛, 以為那個胡大海真是這麼厲害, 一虎頭就嚇走蓋天都督朱亮祖。 那那個朱亮祖呢, 就有意救這幫人, 一陣子走得快, 一陣子走得慢, 地來到大路, 剛剛轉了個灣, 就快到虎方橋了, 突然一聲炮響, 迎面四元大將擋著去路。 本來呢, 朱亮祖是一心帶他們快點衝出張宜門的嘛, 誰知偏偏撞正太師脫脫派來的四大王。 這四元戰將, 一見到朱亮祖打敗仗, 就冷笑一聲, 嘿嘿, 小小的反伴都打不贏啊, 老元帥, 你走到那邊看我們帝兄逐拿反伴啊。 朱亮祖見到這樣, 只好帶領人馬離開。 這四元大將是什麼人來的呢? 原來是元朝有名的四元猛獎, 金頭王、銀頭王、銅頭王、鐵頭王, 是四兄弟來的。 這四兄弟呢, 又是皇親國戚, 所以叫四大王。 四個打扮各不相同, 那金頭王呢, 一身黃金砕掛, 頭大金盔, 手拿著一支大鐵棍兩頭, 用黃金商業的, 故此叫金頭王。 二哥呢, 一身白色的打扮, 白披掛頭帶銀頭盔, 拿著一支亮銀槍, 故此叫銀頭王。 老三呢, 一身黃銅盔, 頭帶黃銅盔, 手拿一對大銅錘, 故此叫銅頭王。 老四呢, 一身黑色的盔甲, 還拿著一條鐵柄的開山虎, 人稱鐵頭王。 這四兄弟呢, 都是皇爺, 又有一身力氣, 打仗來又齊心, 所謂打虎不離親兄弟, 上陣不離扶子兵, 打親仗, 這四兄弟一起上陣, 互相保住的, 故此在元軍中也很有名的, 平日橫行八道, 就惡慣了, 現在四兄弟, 鳳太師脫脫之命, 趕來虎方橋來攔截, 胡大海一看, 咦, 這四個家國牛高馬大, 啪民意對撫, 不過現在走投無路, 只要打過才算是, 胡大海就沒起那把大虎頭衝上去, 那大哥鐵頭王呢, 就拿起那支兩頭雙金的大鐵棍飛, 馬上前來認敵, 斧頭就撞上一條鐵棍, 擋一聲, 哎呀, 胡大海手有點發麻了, 對了, 這個金頭王那麼厲害, 不夠他打的, 只要想辦法, 金頭王又是一棍板過你, 胡大海出盡死力, 用那條斧頭柄來擋一下, 擋一聲, 上手更加發麻, 糟糟糟糟, 第三棍就頂不住了, 想反過來走, 又怕人家笑, 打人不夠人打, 怎麼辦呢? 正在這個時候, 黑太歲打虎將軍, 常遇春趕到了, 二哥, 對付這些無名小卒, 用不勞駕二哥出馬, 來來來, 等小弟來了, 胡大海一見到常遇春, 哎呀, 整個人鬆了口氣, 哎呀, 救救救星來了, 如果再來遲點, 我連命都沒有, 這個胡大海呢, 還敦你的款, 好,好,好, 老陸呀, 你來來來得好, 二哥給你上陣試試看, 我敢呀, 只准快戰快勝, 不不不准又不咬, 常遇春心中偷笑, 哈哈, 我來遲一步, 你輸完了, 你還在那兒衝好看, 而常遇春也沒有插穿它, 只是說了一句, 尊你, 舉起帳伯, 剪降槍, 就上前來匯這個金頭王, 金頭王就見到這個黑太歲, 頭上還插了一對公花, 身上勒著十字披紅, 腰間還觸著皇帝的絕育帶, 以及半腹龍袍, 不用問, 這就是闖入武科場, 搶到武藏人的黑太歲常遇春, 這回如果抓到他, 就功勞不少了, 金頭王就一句說話都不說, 舉起條棍, 就朝頭打過你, 常遇春啊, 現在心急如火, 認為京城有幾十萬大軍等在那兒, 如果不趁亂衝出去, 就算你三頭六臂也難逃羅網, 故此一上來交鋒, 常遇春就咬著牙關, 用盡平生之力, 拿起的折象八點鋼槍, 對正金頭王那條棍, 硬碰硬地掃過去, 那金頭王舉起鐵棍來襄影, 咚一聲, 當堂虎口都麻了, 嘻嘻, 這個金頭王那算是厲害了, 各位還記得嗎, 那個方國筋啊, 比常遇春一扮而已, 那些方天華激飛了上天, 二十七年才落地, 現在金頭王那隻棍沒有飛走, 只是兩隻手發麻而已, 那就算他有本事, 這個金頭王呢, 雖然他手麻了, 但是他見到常遇春那支象八槍呢, 已經對過自己身邊, 嘻嘻, 這個是最好的時機, 他亦咬著牙關, 忍著手筒, 握緊機會用盡平生之力, 一棍就照著常遇春的投訴過來, 那常遇春那支象八槍就出了去, 一下子沒那麼快收得回來的, 眼看著那條棍, 朝頭搬過來, 只見常遇春的身向旁一倒, 整個身打橫落在馬上, 那支棍在馬頭上邊飛過去, 常遇春呢, 就用左手握著那支象八槍槍, 右手一伸, 就好像麻鷹竹雞一樣, 一手就稱著金頭王的背脊, 出力一扯, 整個金頭王在馬背上稱起來, 右手一托, 左手那支槍柄, 一嬌, 整個金頭王高高舉在頭頂上, 旁邊那個銀頭王, 見到大哥危險, 盼死撲上來了, 常遇春一見, 好, 等他們兩兄弟死在地下, 常遇春就出力, 將金頭王向著他弟弟一扔, 那麼那個銀頭王手拿銀槍, 就擔心著那支槍刺傷大哥, 就想收起槍, 用手來接那個大哥, 當然, 金頭王牛高馬大, 連規格三百多斤重的, 長遇春有大力, 哪有人接得住的, 金頭王頭上那頂金櫃油尖不甩, 一撞就撞到銀頭王的胸口, 兩個就撞到一堆, 金頭王的頭就撞扁了, 銀頭王的胸口就穿了個大洞, 兩兄弟就一起上西殿, 旁邊的老三銅頭王, 老四鐵頭王, 見到這樣就不顧生死, 一前一後就撲上來了, 常遇春也殺得盛氣, 一個回馬槍, 照正銅頭王的喉嚨刺過去, 順手將槍柄, 向著鐵頭王額頭撞過去, 一撞一撞, 這兩兄弟, 一個喉嚨噴血, 一個額頭開花, 真是眨眼功夫, 常遇春殺得四元猛將, 這就是有名的, 常遇春扔死金頭王, 擲死銀頭王, 刺死銅頭王, 撞死鐵頭王。 常遇春打死四元大將以後, 帶領著眾人一下子, 就衝過虎方橋, 過了虎方橋, 就到張兒門了, 眼看只有兩百步, 就可以衝出城門了。 突然間見到剛才走出來的人, 放放張張, 全部走回頭, 又聽到三聲炮響, 殺出一支軍馬, 攔著虛弩, 兩支軍馬與眾不同, 錦旗飄擺, 壽大高揚, 四支大錦旗, 每支旗上見, 壽月五個大字, 出師慣得勝, 道路不失機, 天下無對手, 歸名震思矣。 前面兩排大將, 個個殺氣騰騰, 威風嶺嶺, 中間一支大衰旗迎風招展, 衰旗下面一元老將, 面如火炭, 始終透亮, 一部銀鬚飄灑空淺。 年紀七十幾歲, 頭上戴五龍鬧海盆朱冠, 慎算所知連環歸背黃金如鱗甲, 外罩一件紫色晶袍, 腦學一雙持雞靈空前一對狐球尾, 手拿著一把九鳳朝陽刀, 這個人就是戚冊風雲橫掃天下的虎將, 又是運籌為握的軍師, 大名鼎鼎, 三路中的第一路, 號稱北國武姓人的泰師脫脫, 十條絕後計裏, 本來沒有驚動到泰師親自出馬, 為何迴奴家都要他親自上陣呢? 原來他在彩山廳落地回入皇宮, 一心只等暗雷響過, 派人來武科場收屍, 誰知探馬尼布, 說武科場死傷不是幾多, 大部分人衝了出去, 殺向虎方橋, 泰師脫脫就大吃一驚, 哎呀, 居然有能人破到勞夫的絕後計, 這回非要老夫親自出馬不可, 老夫就說要將眾人斬盡殺絕。 故此泰師親自帶領軍馬來攔截, 剛才在西大街已經自決衝殺了一輪, 殺死了不少人, 衝不出關的人, 現在紛紛走回頭, 太師就在後面追上來了, 剛剛好就碰正常御春, 常御春正要上前應先, 後邊的胡大海追到來了, 老龍呀, 你過來回來, 常御春一勒馬, 二哥, 什麼事呀? 原來那個胡大海呢? 見你常御春已經打了一日, 一滴水未飲, 人未竊腳, 馬未停蹄, 就算你鐵打的了, 都頂不住的嘛, 又聽說, 太師脫脫那把九鳳朝陽刀, 能夠切金斷肉, 削鐵如泥, 武藝十分高強, 常御春和他硬打硬, 怕會吃虧, 而且現在還有這麼多人, 等於衝出張宜門, 不如由自己來對付太師脫脫, 拖延時間, 等常御春帶領大家衝出重圍。 常御春聽到胡大海這麼說, 想起來也好, 他就說了一句, 二哥, 那你多多小心, 我張宜門來等你, 行了, 行了, 你後邊準備下, 我引我太太師打, 他一走開, 你馬上衝出去呀。 只見了胡大海, 不方不忙, 不緊不慢, 就上陣了, 脫脫太師一看, 你, 咦? 這個人殺得這麼古怪呀? 面圓滑滑, 好像大撥頭一樣, 蹬大雙眼, 好像兩個茶杯一樣, 鼻子好像大青鎚, 嘴大得塞得拳頭下去, 下爬那幾隻鬍鬍鬍鬍鬍落落, 吾三吾四, 吾長吾短, 參思不齊, 嘴, 看他的樣子, 又得人害怕, 又好笑, 身材又長得高大, 整身肉, 那肚子大都得人害怕, 看他的樣子, 連自己身手都摸不到自己的肚子, 穿著一身黑色的緊身衣服, 戴著頭盔, 拿著一把開山大褲, 騎那匹馬, 雖然夠高大了, 之後好像他的主人那樣, 馬桃好像一個急拐一樣, 都摸出來的, 這樣馬, 力氣就夠了, 走一日都行, 只要用皮鞭肩, 他都不用方跑得快, 太師脫脫, 看見胡大海的樣子, 心就想, 這個人, 像個湯豬佬, 誰都是來上戰場打仗的人, 啊, 居然這麼大膽, 單槍匹馬上來, 天下無人不知我這把九鳳朝陽都厲害的, 這個人這麼大膽? 太師就拿起補刀指著問, 喂, 你是什麼人報名上來? 胡大海, 胡大海呢, 你別看他的樣子, 傻頭傻腦, 講話, 嘎嘎嘎嘎嘎, 他正一扮豬吃老虎, 取笨有精的人來的, 他聽到太師這樣問的, 他假裝很意外, 什麼,什麼, 啊, 你連我你都不認識啊? 太師一聽心中好笑, 哈, 我什麼時候會認識到像你那樣的粗人啊? 胡大海又開聲, 如果你夠膽, 我就告訴你, 江西, 胡厚縣, 蔡租鑊, 水龍神, 胡大海就是惡惡惡, 脫脫一聽胡大海的名字, 江堂打了個凸, 咦? 又想不到啊, 胡大海的名字還嚇得到這位沙場老將啊? 原來呢, 剛才探馬來報給太師聽, 說有個胡大海, 帶領眾人, 把神牛陣衝出武科場, 用大炮來打他都打不死的, 後來在武科場外, 只是一虎頭, 就打敗蓋天高督諸亮祖。 故此, 太師一聽到胡大海的名字, 就打個凸, 咦? 原來就是他啊? 難怪這麼淡定, 夠膽一個人來匯我啦。 嗯, 不是猛龍就不過光, 這個胡大海要加以提防, 小心對付就行了。 接著又想到, 難道破我十條絕後計的, 就是這個胡大海呢? 我太師這樣想, 就更加提起精神, 擺好架勢, 後到實胡大海, 看他用什麼招數來打鬥。 那胡大海呢? 兩邊看一看, 入一入手。 喂, 喂, 太師, 我不是來和你打的, 我來找你有事商量。 太師一聽又奇怪, 怎麼忽然又說有事商量呢? 這個胡老到底賣什麼藥呢? 太師脫脫就抓緊那把狗鳳朝陽刀上前幾步文。 你又什麼事你儘管說? 他說, 聽聞你文濤武略高人一等, 十六歲就轉戰沙場南征北戰天下文明。 六六六十年來都沒有打過敗仗, 你都算上巨勢英雄。 常言道英雄眾英雄, 好漢識好漢, 我就愛識好漢英雄的。 故此今天就來匯你, 雖然泰山高都還有天, 滄海深都還有底, 人上有人天上有天, 你都算有本事, 不過呢, 就明明沒有來及得我。 你們精精地呢, 就退兵翻扯, 放那群無目孤之人出城, 就萬事大吉, 如果你不肯, 就大大大難難逃。 那個脫脫呢, 最初聽過胡大海說自己怎麼聰明, 心中有點舒服, 聽聽聽, 越聽越不對勁, 說半天原來叫我退兵, 泰師冷笑一笑, 嘿嘿, 胡大海, 半歲都好想放了你們出去, 而我手上這把狗鳳朝陽都不肯, 你想過去而已, 行行行行, 來來來, 你放下的人頭, 然後出去吧。 胡大海有心拖延時間, 等常義春帶領眾人衝出去, 故此廢話連篇, 至今太師不想當, 他不聽那麼多, 要動刀, 真是打起來, 兩個回合都頂不住了, 怎麼辦呢? 哈, 胡大海確實是多計仔, 他指一指前面那一幅空地, 那你一定要打, 打就打, 那不要怪我, 你現在靠人多, 你算算算不得英雄好漢, 你前面有一幅空地, 你有本事頂得我三板虎, 我就輸, 嘿嘿, 你如果頂不住, 別怪我老胡手下無情, 連你這個武姓人招牌都拆了, 等你知道強忠自有, 強忠守, 你死也死得硬硬, 哈, 胡大海那把嘴真厲害, 你看, 連這個老謀深算的脫脫太師也被他激到脆鬆綠眼, 那他是三朝元老, 當朝太師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滿朝高官顯著, 見到他都要低聲下氣, 連皇帝都要聽他說的, 今天被這個胡大海當眾來到基小, 那這個太師怎麼受得這口氣呀? 他咬牙切切, 好, 好, 我看你怎麼過得我這把九鳳朝陽刀? 胡大海一拍那匹馬, 一邊走就一邊叫,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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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打三百個回合,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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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師就在後面追著來了, 那個胡大海一心要激怒太師, 引他去追著來了, 那好等常義春帶領眾人衝過關的嘛, 他一邊走就一邊轉頭鬧, 哎呀, 什麼話都說出來了, 什麼老闆夫呀, 惡有惡部, 看你絕紙絕寸呀, 讓你被雷劈呀, 被火燒呀, 被水浸呀, 總之有這麼多就說這麼多, 那個太師呢, 被他激到火遮眼, 一心就逐他回來, 劏了他, 故事呢, 死命在後面追著上來, 太師就顧著去追狐大海, 常義春趁著機會就帶領眾人衝去張宜門, 這幾千人呀, 現在都面臨絕境, 衝不出去的就實死無意, 倒不如判死衝出去, 搏回死女逃生, 故事不論有膽量的, 怕死的, 有本事的, 沒有本事的, 個個都奮不顧身, 一起向前衝, 來阻攔, 官兵一下頂不住, 就被他們衝到張宜門下, 常義春抬頭一看, 哎呀, 好彩, 張宜門上那道千斤閘還未放下來, 常義春大聲哭, 大家快點衝出來呀, 原來呢, 這道張宜門裏面有一道千斤閘, 這個千斤閘跟城門一樣大小, 是用四寸口的柏木做的, 外面包著一寸口的鐵皮, 叫做千斤閘, 其實是幾千斤重的, 在城牆上面, 用兩個滑籃吊住, 平時幾十人一起扯, 將千斤閘吊在上面, 一到有急事, 就將閘放下來, 那千斤閘一放下, 就算是千斤萬馬, 都沒有辦法衝出去, 這個張宜門, 是太師脫脫, 親自調總兵趙德夢, 帶領一千多弓箭手和刀斧手來把守的, 武科場暗淚一響, 張宜門上的千斤閘已經放下來了, 才剛才探馬尼布, 說陝西大都督, 胡達龍, 馮太師之命, 統領三千人馬進京, 來到加強警衛, 帶領人馬快要到, 故此總兵趙德夢, 就下令將千斤閘調上去, 剛剛調上去, 常遇春就帶領眾人殺動, 那趙德夢一看不對路, 一邊吩咐, 放下千斤閘, 一邊就下令五百弓箭手上城樓開工放箭, 吼吼吼吼吼箭刺流聲, 下面衝出城門的人, 被他射死射傷不少, 常遇春飛武器那支像八點鋼槍, 像金剛罩般把眼鈴箭撥落地, 飛馬衝出張宜門, 剛剛到門口, 聽見敬令更能鐵臉的響聲, 抬頭一望, 在那裡千斤閘, 好像一把斷頭刀一樣, 在頭殼頂炸下來, 對了, 後邊還有大隊人馬, 還未衝過去, 要死大家齊死, 要生大家齊生, 怎能自己一個人走呢? 好一個常遇春, 飛身下馬, 一拍一匹馬,把馬趕出城, 他自己閘起馬步, 大開一聲, 起! 雙手托著千斤閘, 然後大喊一聲, 眾兄弟, 快走呀! 眾人爭鮮恐後, 好像潮水般衝出去, 幾千人, 你逼我,我逼你, 一段時間還沒逃走呀! 常遇春, 就算你再英雄, 都是血肉之軀, 頂下頂下, 就覺得雙手發麻, 兩眼發黑, 有些腳步浮浮, 周身飆汗, 那千斤閘, 慢慢向下滑下來, 眼看著在那陣, 黑太歲打虎將軍, 常遇春, 在城外指揮眾人出醒的大哥, 武殿張, 見到那樣, 大聲喊, 老陸呀! 快點拿槍來頂呀! 常遇春給他一言驚醒, 哦, 那支杖八點鋼槍呢? 原來, 剛才他兩手托著千斤閘, 那支鋼槍就扔在地上, 常遇春用腳把鋼槍輕輕一挑, 一手拿著鋼槍, 一攝就攝在千斤閘下面, 俗語都有說, 一條木都可以頂千斤, 何況這條鋼槍, 是十萬黃用的, 滿口那麼粗, 又是千錘百煉的好鋼整成的, 那現在這條鋼槍頂著千斤閘, 常遇春才鬆了口氣, 哎, 好在得這個常遇春, 不顧個人安危, 力託千斤閘, 幾千人才走得出張宜門, 那等到大家出來了, 咦, 還沒見過二哥胡大海來的, 糟了, 他是因為為了救大家, 有意和太師教授引開他拖延時間的, 那胡大海的本事, 這幾兄弟個個都心知肚明, 會不會被大師害了呢? 大哥武電章更加心急, 喂, 老陸, 你等著, 我又去找你二哥, 說完便飛馬返入城, 大哥武電章剛剛去了一陣, 那個胡大海滿頭大汗飛跑過來, 原來他剛才被脫脫太師追著來打, 他只是用那把大斧頭頂了一刀, 就雙手發馬, 走都走不及, 被太師一刀片過來, 連頭盔都飛了去, 幸好走得快, 運小路, 扔出來, 現在太師還在後面追過來, 那個胡大海見到常遇春站在疑門外, 千斤閘底下, 頂著一支鋼槍在那裡, 胡大海沒有理那麼多, 飛快跑出千斤閘, 然後順手把那把斧頭一勾, 就勾著那條象八槍, 出力一拖, 那支槍就飛了出來, 以千斤閘的聲音, 整座座都下來, 常遇春一見到這樣大聲, 哎呀,二哥, 你怎麼放千斤閘下來呢? 大哥, 入城找你還未出來呀? 胡大海整個跳落馬, 撲回頭, 想托回千斤閘, 哎呀, 千斤閘一落地呀, 那個閘底就從地面貼到實, 一條縫都沒有, 你想塞一張紙進去都塞不到, 你怎麼叫得起它呢? 以後用吊車才吊得起的, 我任你幾大力氣呀, 人家都沒有辦法搞得它行呀! 胡大海急到眼淚直流, 哎呀, 該死,該死, 該死, 我害了大哥呀! 那這一回, 這個赤麻雙歐神秘將武殿章, 神陷京都, 生死如何呢? 就留待下回分解了, 現在講回千斤閘外面的胡大海和常遇春, 他們兩個正是為大哥武殿章, 急到流眼淚, 忽然間, 見到在前面的人, 又是陷阱走回頭, 咦, 又出了什麼事呀? 常遇春一刻抹眼淚, 二哥, 我們現在不進去救大哥, 前邊就出事了, 快點上前看一看! 接著兩個人就上馬跑上前去, 常遇春立定馬, 騎上萬岸手搭梁鵬一看, 當堂嚇了一跳, 硬硬衝出京城, 以為跳離火海, 何止現在面前又是萬丈深淵? 前面是爐溝橋, 只見一排排一列列, 連營幾十里, 一望無仔, 並馳並山, 將似將海, 道昌如墨水, 劍擊此馬林, 各種旗號五顏六色, 迎風飄蕩, 迎前一圓大將, 嘩, 還高大那個常遇春, 那面好像苦瓜那樣的皺紋, 一條條坑, 凹凹凹凹凹, 一雙睹怪眼睹出來, 鼻孔朝天, 嘴唇足足有二寸喉, 那排牙哨出來有四寸腸, 一批黃胡蘇, 金虧金甲六箭鵬, 腰間插著寶劍, 騎一匹日行千里的菜陸鐵炮花寶馬, 壽中拿了一對大同趣, 這對同趣, 足足有牛頭那麼大, 這就是元朝三勇之一, 納連蝶布花, 那元朝最有名的武將呢? 是三老三勇十王八萬, 三老, 上回已經講過了, 大師脫脫, 神力王古倫鐵木懷, 老鞠馬約利奔布, 三勇, 第一勇, 納連蝶布花, 人稱雙除無敵將, 半封篤山王, 第二勇, 就是太平虎總碎, 花臉炎王李自信, 第三勇, 就是十萬王殺門也汗, 這個雙除無敵將, 禿山王, 納連蝶布花, 武藝比十萬王厲害得多, 剛才他帶著軍馬來攔截, 一口氣打敗朱元璋, 湯和, 郭英, 鄧如幾個, 還殺死了幾十人, 故此, 現在大家又走回頭, 剛剛好, 就撞正常遇春和胡大海, 大家記得他們兩個才定神, 哎呀, 好了, 有武藝高強的常葬原來, 還有個神通廣大的胡大海, 這回有得救了, 眾人就不約而同, 一起讓開條路給他們兩個, 朱元璋在後面來緊, 一見到就問, 大哥呢? 常遇春剛剛想搭嘴, 胡大海就截著說, 在後面, 一忍就來的了。 朱元璋就將個雙除無敵將, 納連蝶布花的厲害說出來, 原來, 他那兩個大同罪十分了得, 足足二百四十斤重, 你什麼兵器打過去, 被他一擋, 就整件飛了出去, 他打你一同罪, 你來擋他, 什麼兵器都頂不住, 一是整個斷絕, 一是整件飛上天, 故此沒有人抵擋得住。 常遇春一聽, 啊? 這麼厲害? 好, 讓我去匯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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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 打敗了幾元猛將殺了一批闖關的人, 剩下揚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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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 揚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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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張何名?我是懷怨黑太歲打虎將軍常遇春。 納蓮蝶報發聽,是常遇春呀!他連說話都不多說,善下守為強,雙隨並舉,一個雪花蓋頂就照頭蓋下來。 常遇春見到來勢這麼猛,舉起象八槍,迎著雙隨向上一擋,砰!一聲,金光四射。 納蓮蝶報發那兩隻大同錘就彈回頭,幾乎飛上天。 常遇春那隻象八槍槍,也向下一批,幾乎跌了落地。 納蓮蝶報發掌整個狀落馬,肩頭發馬,他坐那匹賽陸鐵炮花寶馬,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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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後退了三步。 常遇春那雙手發熱,眼前發黑。 納蓮蝶報發掌整個狀落馬,一連噴了三口氣,兩個人不約而同喊了一聲,好力氣呀! 納蓮蝶報發掌整個狀落馬,這回合真是平分秋色半斤八兩和過。 常遇春新經百戰從來未遇過對手,納蓮蝶報發掌馬半生,所向無敵。 這回兩個碰起來,各顯神通,一場龍爭虎鬥,看到牆上的人眼都定了,連吐氣都不敢吐。 一場龍爭打了三十個回合,兩個人仍然不分高低,那兩匹馬亦打得難分難解,互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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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那批馬眼睛眼睛都裂了,鮮血直流,馬痛得厲害,就像發電一樣,就放開四體,向二元軍的後隊衝過去。 常遇春一看弊,想勒著批馬,豈料馬不聽話,一尾向前衝, 元朝官兵就重重衛過來,納蓮蝶報發在後面追過來。 那他人多勢眾,常遇春想調轉馬頭,他打得又怕寡筆敵衝, 只好任由那匹烏鯉馬向前跑,馬快如飛,常遇春那支鋼槍如風車那轉, 元軍碰到死,見到一顆,就被常遇春一下子衝過去。 常遇春一去,何時才能回來呢? 這位黑太歲自然是經歷一番艱難曲折,甜酸苦辣,然後才兄弟重逢。 各位,別急著,講完一件還一件,以後再長長細細講這個黑太歲打虎將軍常遇春。 現在先講到朱元璋這邊先。 常遇春衝過去了,是呀,這個納蓮蝶報發這麼厲害的,只有黑太歲頂得住。 那現在常遇春走了,誰來抵擋呢?大家當堂亂了,一群認巧人圍著胡大海, 胡將軍,剛才全靠你擺神牛鎮,靠你一虎頭嚇跑了個朱元亮祖,現在全靠你來救我們的。 那個胡大海,現在都未曾打,已經全身濕到軟了。 一來,那個人匪大汗,二來急得出汗了。 剛才眼看著,納蓮蝶報發那對同錘扔下來,只有常遇春頂得住。 如果扔正我,一早就變成肉餅了,哪裏夠他打的? 知家人人當神般來拜自己,如果不上陣,又沒面子見人。 如果上陣,實死無疑的,怎麼辦呢? 胡大海心煩意亂,手足無草,還死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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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哎呀,救星都到了,剛才怕到臉都青了,現在整個都不同了,一拍個心口,大家定定定定點,定點就有拍拍嗎?有我水龍神在嗎?拍拍拍什麼?少少少少一個納蓮蝶布花,算什麼?你們走開,等老胡去收拾,收拾他。 整班人聽到他這麼說,當堂口大氣,哎呀,這回得夠了,得夠了,全靠胡大海打敗這個蘭盧沙星,眾人齊聲納喊,為胡大海助威。 只有朱元璋、郭英、湯和鄧如四個心中有數,知道這個胡大海只有盜版副,剛才黑太歲才打個平手,胡大海怎麼頂得住這個納蓮蝶布花呢? 對呀,四兄弟就商量好,打算一起衝出去救他二哥了。 那時候呢,前面那雙徐無敵張篤山王,剛剛和常遺春打個平手,看到常遺春已經走了,知道這裡沒有人頂得住他那兩個大同學, 正在那裡張牙武走,威風十足,準備指揮三軍衝殺過來。 看到對面那大肥佬,那把大斧頭托在肩上,大搖大擺,不緊不慢地騎著匹馬,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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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來。 所以,納蓮蝶布花就喝了聲,你是什麼人敢敢上陣送死? 我?我是水龍神胡大海。 那個納蓮蝶布花聽胡大海當場也打個突,當然,剛才太師脫脫聽到也打了個突, 人人都以為胡大海會擺在神牛陣發力無邊。 你是在那邊啊,那位胡大海也看見納蓮蝶布花很瘋狂, 他就更加鎮定,你既然知道我胡胡胡胡大海來了, 為何還不下馬、落馬。 你還不退兵,特意待河士, 那個納蓮蝶布花聽著火起三丈, 你想走走走走走走,你先來試一下我的同鎚, 放了左右手將兩個大同鎚一撞, 当一声,先来个下马位 胡大海一瞅,瞅见那个骑雷仔的白衣公已经来到了 他就更加笃定了 喂,纳连碟碟布花,你不是威风主 对付你这些小小文牛,要我胡大海出马 我找他手下就劈了你 纳连碟布花听到这么说,就更加火了 举起双锤就冲过来,胡大海就大声叫 老大,快快快,来来来来 几乎来救命那几个字都说了 纳连碟布花听到他叫老大,抬头一望 见前面一只雷仔,三只脚长,一只脚短 一跌下跌下地过来 雷仔背上坐着个白衣公 油炉油银油瘦,满面皱文虾公的腰抬起个背 那件年纳破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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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的人,个个都恶言, 咦,什么来了个好像打奸的白夜公似的? 这个白夜公呢,好像隔夜公佬那样, 上气不接下气,又来到胡大海面前, 叫了声,胡相公,你又叫我啊? 是,是,是,我叫你将那立刻连叠布花, 给我收碰它,然后交交给我。 行,这件事呢,就容易而已, 不知胡相公要生啊,还是要死的呢? 嘿,这些人有某种屁用吗? 给我拿个托托汤就算了。 那个立连叠布花听到感觉, 真是生气得眼火出烟, 哎呀,这个老鬼啊, 剩下都不够我一个同锤那么重, 说话好像一断气一样的, 只有半条人命, 居然还乱闲风, 嗯, 让我一锤一锤, 将他们两个一起打成肉, 将船, 刚刚要冲上来的, 那个白夜公呢, 已经骑回上那匹瘦雷仔在那里, 立连叠布花就说得好笑, 哈哈, 世间有宅来送死的人都有啊, 呵呵呵, 等我问清楚才杀他都未迟, 立连叠布花就喝了他, 你是什么人? 我呀, 我是水龙神湖大海的手下, 他老大啊嘛, 你这个老鬼, 你什么严命唱啊,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刚才都听说的啦, 我呀, 我是来劏你的嘛, 哈哈哈哈, 你这个老乞丝, 一只脚你已经踏得入棺材, 还可以上阵交锋, 好, 成全你送你上西天啊, 来来来来, 那个白夜公就笑一笑, 别这么急着,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下, 我这条雷仔又老又瘦, 我早想换过一匹好马的了, 现在呢, 见你的匹赛绿铁炮花, 是吗, 确实是一匹好马, 嘿嘿, 我想跟你换, 你要多少价钱啊, 那铁炮蝶布花, 刚才被胡大海击到火滚了, 现在又来了这个半条人命的老家伙, 说要来换马, 分明是当中来弃弄自己的, 扭到他拿起商权就打算冲过来, 你这老乞丝, 你这么大胃口要换马, 你来问我这对同锤先, 嘿嘿, 要不要问过, 你这丫头就行, 那那铁炮蝶布花, 那这回真是生气到火灰牙, 我免得跟你说, 举起同锤一个泰山压顶, 照着白亿工一同锤就打下来, 啪一声, 哇, 整只鲤鲤鲤鱼血肉模糊打成一匹帐, 那百亿工打横飞出来, 整个帐院扑在地上, 玉都不懂得动, 场上中人害怕得抹大口, 胡大海啊, 面都青米, 哎呀呀, 我以为你真有本事, 原来一锤都顶不住, 既然是这样, 你就别别别别在这儿, 这么吹大炮啦, 这回怎么知道, 就害死我了, 那那铁蝶蝶布花, 一锤就打扁了一条女, 打低一个人, 嘿嘿, 她更加神气, 举起相锤, 行米, 想再补相两锤, 还差几步远呢, 突然间那百亿工在地上, 整个弹起, 好像一只猫猫一样, 将身上那件斗篷一拼, 就照正纳蝶蝶布花的头, 啊, 那百亿工突然间, 好像年轻了四十年一样, 腰无患贵母陀伸手敏捷, 在身上拔出一把宝剑, 一剑就照着纳蝶蝶布花斬过去, 当当邪, 三声, 喂喂喂, 您怎么搞呀, 打仗好像打茶茶似, 当当邪怒, 原来呀, 第一剑, 当一声, 整個人頭斬了下來,這個叫做當當邪, 有名是一劍破三頭,兩個垂頭,一個人頭。 那個白爺公跟著一個飛腳, 將納蓮蝶布瓜踢了下馬, 他自己一個燕子飛身,就飛上馬,雙手一拱, 對著朱元璋說了句,後會有棋。 剛才好像隔夜瘋子那樣的聲音, 現在聲如雄中兩眼閃閃發光,一副英雄氣派, 說完了,雙腳一劫,連人帶馬一陣煙,不知道去了哪兒。 各位,這個來無影去無蹤,一劍斬三頭的變果, 原來是京西靜海縣的老英雄, 人稱通秘縣後,吳征。 他在京西一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幾十年來,他慈稱江湖一身武藝,未逢敵守。 吳征為人,忠肝義膽,制約曹強,醉港義氣。 他是劉伯溫的好朋友。 劉伯溫就叫常遇春送信之後,在半路撞到吳征。 劉伯溫就將太師血洗武科場的事說給他知, 還拜託他出馬來解救眾人。 劉伯溫就為了掩人耳目,就打扮成一個走江湖的窮人。 剛剛來到盧溝橋附近,就看到黑太歲打虎將軍常遇春, 大戰相除無敵將納連蝶步伐。 吳征就見到納連蝶步伐力大無窮, 常遇春跟他打扮都是半斤八兩, 要殺他就不容易。 現在時間緊迫不用拖延, 故此吳征就特意裝扮成彎腰駝背, 來引他輕敵。 那胡大海又怎麼會吳征呢? 原來你說功夫, 胡大海只是一般般, 知道他有幾個親戚也十分厲害。 胡大海的外父叫做金朝鳳, 在江湖上是有名的人物, 人人都叫做翻江駱海擒龍守金朝鳳。 胡大海的大師兄康謀才, 人稱神都長, 胡大海因為靠著親戚, 就跟這個老英雄通秘圓喉吳征, 有個一面之教。 剛才他一見到吳征來, 就知道救星到了, 又見到吳征那身打扮, 他就張計就計, 當他是自己的隨從, 叫他老大。 那位吳征也張計就計, 這回一匹老雷換了一匹舉世無雙的寶馬, 一劍斬三頭, 解救了眾人。 那這位老英雄吳征走了以後, 住完之鄉就十分奇怪了, 就問胡大海, 二哥, 這位老英雄是誰呢? 為什麼他這麼聽你說的? 哎呀, 胡大海這回歸了。 他? 他肯聽我說的。 哦, 什麼什麼什麼? 你不認識他嗎? 他是我老婆的唐表哥, 即是我表舅父, 就是那個通秘, 然後吳征。 朱元忠一聽, 什麼? 原來他就是吳征? 看不出, 胡大海整班親戚, 個個都這麼本事的嘛。 好了, 現在這條蘭勞虎, 納蓮蝶布花死了, 面前就沒有大將阻攔, 朱元璋就指揮眾人, 一鼓酌氣, 攻打盧溝橋七十二座連影。 那時候, 盧溝橋雖然有重兵把手, 但現在主將死了, 人心散亂, 就被他們那幾千人衝過去。 前面雖然還有一百零八架插陣鐵車, 亦都被他們打到七零八落。 就是這樣, 朱元璋幾兄弟, 帶完那幾千好漢, 逐逐打了一日一夜, 死傷亦不少, 朱元璋幾個亦打到筋皮力卷。 剛好衝過最後一關, 攻打一百零八部插陣鐵車, 忽然傾盤大雨, 五步之外都認不出人。 現在還未脫離苦口, 只好各自逃生, 沒辦法匯合在一起。 自從六家莊遭難雨後, 朱元璋七兄弟幾艱難至匯合京城, 至二家武殿璋已經身陷苦悅, 生死未明, 常遇順匹馬闖敵營去向無蹤。 這一場大雨, 又將朱元璋、胡大海幾個衝散了。 這只是元朝劫術未盡, 用英雄還要力盡艱辛, 才能成大業。 一步了。